文化音樂 是 韓潘 和溫潘 然後想問一下在座各位有多少人看過這個網站 可以舉一下手嗎 看過這個網站的人 好謝謝大家 發現還蠻多人的感覺有點開心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克麗斯汀 然後我現在是台大電機系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是Info范昭 那其實我想說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我自己念電機系 可是我不敢在這個場合說 我算是一個會寫程式的人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從大學才開始 接觸程式這個東西的人 那相對於在座各位 可能從國中高中就有很多開發的經驗 其實我除了大一的繼承繼蓋 就會寫C++之外 其實我寫的程式基本上沒有超過300行過 所以我根本生不出什麼實際的東西 可是就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反而佔了位置 我自己念的是相關科系 可是我自己目前還不具有相關的能力 那我以往也是一個 算是以讀書為主的人 那麼其實我所看到的世界 跟開發者看到的世界 還有我們解決問題跟達成目標的方式 就會有蠻大的差異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EnferFight這樣的事情呢 那就要讓我來說個故事 大概在去年8月的時候 我剛接任社團的公關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有我們的鼠情營隊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應該可以有一個 可能用網路的方式宣傳吧 但是我發現大家都只能用可能臉書啊 去貼一些常見的交流板 或者是實體去跑一些店家貼海報 其實這樣子是非常沒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問題是又沒有一個平台 可以讓我們比較容易的 讓有興趣的人可以看見這樣的資訊 然後沒有興趣的人 可以把這樣他不關注的資訊過濾掉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就找了一群朋友 然後比如說像校內的一些資源 比如說像是台大學生電視台 他們算是數位的媒體 或者是像台大學生報 他們是紙本的媒體 還有台大開演社 那我們就立志建立一個社團資訊的平台 我們希望整合校內的一些資源 現有學生就可以達到一些資源 來做一個社團資訊的一個整合的平台 但你一定會想 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 也不是這麼單純就可以解決的 我們就發現這些問題 可以分成大概三個面向 首先是內容 舉例來說我們要做一個社團資訊平台 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 使用者想要知道的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資訊 有哪些項目 那這個並不是我們可能只靠這三種能力就可以達到的 再來是形式 可能使用者想要的 他可能會是在網路上去找 那他可能會用手機看 那可能要寫個APP 會比瀏覽器 手機版的網頁來的好 或是他可能像選課的時候會開電腦來看 那你可能就需要做一個 可能browser extension之類的東西 他會影響到開發上面實際上面的進行 再來是永續的問題 假設我們做一個平台 可是我們卻不知道 他能不能持續被使用 第一個是有沒有人要使用它 第二個是我們有沒有心力去維護它 可能包含是debug的問題 或甚至是重複去宣傳它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這樣子的平台 這都是很困難的事 所以M4Pi就成立了 那我們想要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呢 其實在座各位應該大部分是開發者 那你們一定有遇過一些情況 比如說像是可能有些人有接Case的經驗 你在跟你的案主溝通的時候 有時候他的需求你聽不懂 你的需求他聽不懂 你們溝通上有很大的困難 或者是你可能有搭配的設計師 他會幫你畫前端 然後幫你深圖 可能有時候你想要表達的概念 或是你覺得缺的東西 你跟他講講不清楚 他聽不懂你的意思 他想跟你表達的東西 你們也不是很能互相溝通 或真的是你的朋友 可能你只能跟你的朋友聊天 可是聊得很開心的時候 旁邊另外一個人是覺得無煞煞 或是你要跟他解釋什麼是open source 你就會發現除非你跟他說 可能像維基百科 他是利用類似文字共同協作的方式 他可能比較了解一點點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發現在開發者的社群裡 跟非開發者的社群其實是兩個非常獨立的 沒有什麼相關 可能是類似像Seacon這樣子的場合 才讓大家進行交流 不然其實很難互相有認識跟了解的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資訊的門檻沒有這麼高 因為它是解決一個問題非常有效率的手段 所以Infocus希望扮演的角色就是 希望去做 我們知道程式和程式之間的接口可以算是API 那我們希望做的就是開發者和FakeCover之間的接口 做開發者和FakeCover之間的潤滑劑 那你會想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有三個我們想要進行的企劃 第一個是Project Squirrel 第二個是Project Waffle 還有Project Pinecone 那我們現在進行中的是Project Squirrel 我們把這三個企劃串聯在一起 就可以完成讓開發者和非開發者能夠進行交流的一個社群 那讓我一個一個來說明 這三個其實是松鼠、松餅和松果 那台大其實是 就是台大的小木屋松餅算是蠻有 然後在小木屋松餅旁邊呢 有三棵共同大堡旁邊的松樹 那所以我們就舉松果 還有台大到處流竄的松鼠 所以我們取這三個意象做了我們三個計畫的命名 那我先來解釋Project Squirrel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剛剛提到我們在開發的流程中 其實它有前置跟後續維護的問題 前置可能包含是你需要經過市場調查 或是使用者的訪談才能了解使用者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設計是根據使用者的經驗 以使用者為中心來進行設計的 所以我們現在和台大部一樣思考社合作 然後希望把Design Thinking 將設計思考的思維 可以帶進開發的流程 所以我們大概會在六月的時候 完成所有使用者的訪談 那我們大概這個月底就要開始了 之後我們現在也有跟台大開人社在做合作 他們會提供我們技術開發上面的支援 然後開人社這個學期 待會RS在R0的講題也會講到 做專案的方式來進行 那他們做的專案 就會由我們來幫忙他們做行銷和推廣的動作 我們希望可以在年底的時候 推出一個學生秘書的APP 那它主要做的內容是校園資訊為主的服務 比如說假設台大有很嚴重的腳踏車脫掉的情形 說不定 說不定我們可以做一個水源阿伯偵測的系統 當他離你靠近50公尺的時候你手機就響了 有可能可以做到這樣一件事情 但是你可能會想 還有其他我們會不會提到 再來是Project Waffle 那要做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做使用者訪談 還是後面的行銷宣傳 其實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我們就沿用之前Project Score 營造的一個開發的流程 包含前置的訪談 中間製造還有設計的過程 以及後面行銷還有維護的過程 大家也都聽過Github Github算是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空間 它是一個也算是一個城市的集散地 你可以做很多open source的contribute 但是如果 常常我們在開發城市的時候發現 找不到設計師 如果設計的社群也有這樣子的一個集散地呢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才能 包含是你可能有一個團隊需要來幫你管理 你可能說要行銷 可能說要一些商業相關的知識 如果這些常才都可以被集合在一起呢 或甚至是任何一個人 只要他對於校園資訊服務有想法 他的想法都可能被開啟 其他相關的人聽見 而且有可能被實踐 有沒有可能製造一個美和平台 它是可以讓專案發生 而不只是程式馬做出一個產品呢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製造一個美和平台 他大概的流程會是透過 可能有一些人 不管他不一定要需要資訊開發的基礎 他提出一些專案 他可能提出一些想法 他想要什麼樣子的服務 接下來再透過 接下來再透過可能開發者上去看到 然後做什麼樣子的改進 或者是需要多少人 讓開發者來評估 或需要多少的設計師 所以不同種類型 不同領域的人就會上去評估 他們覺得需要的人數 那至於實體的界面要怎麼樣維護 這我們還在想 那這是4Pi 2016年想要做的事情 再來是Project Pinecone 其實還有缺一些東西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座談會 其實校園的API是沒有開放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跟學校一些單位進行討論 比如說台大有一個SEBA的網站 它是放課程的資訊 或者是老師上傳的投影片 我們在想能不能把SEBA做成一個雲端的硬碟 或是老師上傳東西的時候 可以在你手機上做提醒 那這個我們目前已經在跟SEBA談了 甚至是Open Campus的建立 能不能讓台大變成一個 所有的資料都是開放的一個地方 或者是 比如像是我自己念電機系 我們大三可能有些課程 是要做Project 可能第一堂課就叫你說 你就學怎麼做一個小畫家之類的 那像這樣子的課程 後面會有Final Project 能不能就以校園資訊的這樣的服務 作為基礎 這樣讓校園資訊服務的發展可以更加蓬勃呢 結合這三項Project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的是 當開發者已經有一個相當穩健的社群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非開發者的世界裡面 雖然感覺好像沒有那麼有效率 可是他們有些很美好的東西 是我們所不了解的 我們能不能把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 創造了更美好的校園 M4大學生沒有完成不了的專案 然後讓不可能化為可能 像太陽花學運 我們透過G0V或是透過學生 透過網路的力量讓社會看見 其實我們有很多想法 而且我們的想法是有價值的 這樣子的G0V模式 能不能被引進校園裡面 把人文相關關注的話題 以及學生關注的話題 都可以就是結合在一起 用資訊科技的方式實現 我們覺得學生其實是一個相對特殊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學校的劣勢就是 我們可能時間不多 這種一天會畢業 而且我們能力可能不足 可是我們的優勢就是 其實我們還有時間 而且我們這些影響可以被延續下去 傳給下一個年級 甚至是下一代 Infoplet into the campus life 還有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其實蠻缺人的 是我們在招募成員 那開發者其實我們很缺 但是我們也需要更多 各式各樣願意做行銷 還有宣傳還有它的能力 那這是我們的網站 大家可以QR code掃一下 或是看下面的那個網址 那我們在明天的時候報名截止 所以歡迎大家寄履歷以及印證信給我們 謝謝